成功的重要关键 每个人都想要成功 但是有时候你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用出很多的精神 也想出很多的办法 到时候不一定是成功 那我就把它集结了十个提纲 我们就来分享大家参考看看 你想要成功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前述里面要感想 有一次一个前辈在讲课的时候 问下面的同修 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普度众生 到最后就是要成为圣贤 请问某位 你敢不敢想 他说也不错敢想好很好 他说他不敢想 当下老孙女就跟他说 你没有出息 你没有出息 你连想都不敢想 绝对不会成功 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 说一百个人 研究的结果会成功的只有五个 只有五个 那这五个一个共同的 一个那个共同的理念 就是说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 他们的决心也非常清楚 就只有五个 说一百个人里面 只有五个会成功 只有五个会成功 希望我们各位家人 今天停了这一堂课之后 希望全部都成功好不好 好 OK 好 所以说 前一次里面就一定要敢想 只要你敢想 比较有成功的这种机会 比较有成功的这种机会 所以敢想会成功有机会 我教育我的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读书都不是读得很好 但是每一次考树到的时候 尤其参加联考 尤其对外的考树 尤其考树前都很怕 都很怕 爸爸真的 真的没办法 我说不用怕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我早就知道 你去考 绝对是不太会的 我知道 但是我们翁家考树不是靠树立的 我们是靠上帝的 靠上帝 你要记住 人考树有没有考树 有考树 真的有考树 我一个亲戚 他读高中的时候 他每次模拟考树都非常好 都在前面 都在几乎接近榜首 当然他考了三年的大学 没有考上 第一年头痛 第二年肚子痛 第三年拉肚子痛 真的 大学出门 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窄 但是就是这样 就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敢想 我就跟他说 我们翁家考树不是靠树立的 我们是靠上帝 上帝就要靠印气 印气就要靠福气 那福气就要靠 我们全家人做好树的得气 才能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一路上小朋友 就这样走 都是这样走过的 刚起步都是开低走高 都是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所以只有你敢想 都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 有机会 是有机会的